随着美国失业人数飙升至历史最高 联邦政府不得一次接一次地推出资金援助法案 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周五公布了一系列令人担忧的数字 CBO预计在经过通货膨胀调整的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 将会在第二季度下降大约12% 第二季度美国失业率将平均接近14% 预计三个月期和十年期国债收益率 在第二季度平均分别为0.1%和0.6% CBO还预计2020财年美国联邦预算赤字为3.7万亿美元 目前美国国债已经接近27万亿 是2008年金融危机美国国债的两倍多 总统特朗普周五签署最新的新冠病毒援助法案 为美国注入新一笔抗疫资金 这项总额为4840亿元的薪资保护计划 以及医疗保健增强法案先后在周二和周四 在参众两院投票轻松通过 最新通过的法案主要是为薪资保护计划 PPP加码3100亿元 第一轮PPP贷款不到两周就全部耗尽 让很多没申请上的中小企业都非常着急 除此之外 法案还将提供600亿元 分给小型企业管理局SBA作为灾难援助贷款 和直接给付款项 750亿元给收治新冠病毒患者的医院 250亿元加强对新冠病毒的检测 天下卫视编辑报导